远虑于近忧的哲学说到底就是我们要居安思危 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可能发生的情况 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国取的巨人一个个拔地而起 而又一个个悄然消失 无一不是缺乏远虑使然 名满神州的三猪集团还没来得及 为其害人的豪言剪彩 就退然扯下了帷幕 那无往而不胜的巨人竟然转眼之间轰然倒塌 一个貌似强大的企业竟不堪风吹一打 光荣与梦想转瞬间灰飞烟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原郑州市爆发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商战 亚西亚从中原商战中脱颖而出 并迅速向全国攻城掠地 然而 来的荣誉去的也快 白居过西之处 那象征亚西亚的野太阳图腾旗帜 纷纷飘落 留下的是银行贷款负债四十多亿元 亚西亚相消欲损再一次证明 当一个老板走向神坛时 他的企业也就可能走向地狱 在这方面 海尔基坛总裁张瑞敏是明智的 当人们都完全相信我时 我感到的是危险的 遗憾的是 有这种明智的企业家在中国不多 一些刚成立没几年的企业 一炮打响以后便开始春风得意 便以为从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信誓旦旦要进入世界五百强之列 其浅薄无知荒唐 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 应当时刻保持一点远虑 时刻想到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局面 从而可以从容应付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 摆脱尽忧的烦恼 城市建设是如此 家庭安排是如此 个人成功也还是如此 人们往往习惯于既定的行为模式 及工作方式 沉醉于以往的成功经验 就如同马戏团里戏在大象脚上的那根铁链一样 这种习惯和沉醉既阻碍了个人的进步 又限制了组织的发展 人都具有惰性 一旦环境稳定下来 一旦只要付出百分之五十的精力 就可以应付所做的工作 人们就会变得懒惰 不思进去 社会在飞速发展 现在已经不再是靠经验吃饭的年代 任何人如果不仅跟时代的步伐前进 就会成为落伍者 现在社会是竞争的社会 只要你有丝毫的放松 你就会被社会淘汰 这很像狼群生活的大草原 公平而又残忍 所以我们得有狼的危险意识 严格要求自己 实时给自己加压 正如张瑞敏所言 战战兢兢 如履泊水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往往不利的形式 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 被水一战 破釜沉舟 正是这个道理 人无完人 今无足斥 居安思危 才能触险不惊 最终成就大业 当然 居安思危不是挤人忧天 而是理性的人始终在考虑可能出现的危机 这样的思危 才是真正的有患无备的考虑 才能让我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拥有一颗归灵心 狼是一种不断进取的动物 因对目标的执着追求而闻名于世 在狼的身上具有我们常人少有的一种精神 那就是强烈的进取精神 成功仅代表过去 如果一个人沉迷于以往成功的回忆里 那就永远不能进步 要想不断进步 就要拥有归零的心态 归零的心态就是谦虚的心态 就是重新开始试满的 所以我倒不进去了 一名著名的企业家 就此提出了一个空杯理论 他说 每个人都掌握了一定的学识 有过一些成功的经历 就好比水杯中已经蓄了很多的水 而当你接受新的工作和挑战时 你能否成功取决于 你是否能倒空你杯中的水 潜下心来从头学习 从头做起 联想集团在招收新员工时 总是对那些拥有较高学历的新人说 先把杯子里的水倒掉 只有把过去归零 从头开始你才会荣辱两望 放手一搏发挥高水平 这对纵横职场的精英来说 同样如此 出比技术比能力外 更是在比心态 当猎头找上你时 是因为你的经验 能力 业绩 以及业绩的口碑 当新东家对你寄予厚望时 还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 能力业绩以及业界的口碑 但是如果过于看重过去 过去就成了包袱 因为过去成功的经验 你首先会想到在新环境复制 因为过去失败的经验 你就不敢再大胆尝试 还因为过去的业绩和口碑 你可能会不择手段的去建立业绩 或者寻找借口维护口碑 也许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看到许多不适应新环境 临场发挥失常的职业经理人 最后他们爆汗离去 有一种归零心态 往往能取得辉煌的战绩 而过去的归零状态 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 1993年 郭世纳接受了连比尔盖茨都预测的 将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倒闭的IBM 很显然 外界对于他并没有过多的寄予厚望 他来自食品和烟草的职业背景 不懂IT技术 许多批判家和分析家认为 让他担任IBM的CEO太过于荒谬 其最终让那些人大跌眼镜 因为心态归零 将过去归零 其不受固有的环境和思维的束缚 这位外来和尚 比懂得行业的精英们更会大胆的变革 从而让IBM这头大象跳起舞来 我们需要及时排除内心的各种骄傲与经验 把自己放空 排除心灵的垃圾 没有如此 我们才能继续成长 哈佛大学校长来北京大学访问的时候 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一年 校长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 然后告诉自己的家人 不要问我去什么地方 我每个亲戚都会给家里打电话 报个平安 校长只身一人去了美国南部的农村 尝试着过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到农场里打工 去饭店刷盘子 在田地做工时 背着老板躲在角落里抽烟 或和工友偷懒聊天 都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 最有趣的是 最后他在一家餐厅找到一份刷盘子的工作 干了四个小时后老板把他叫来跟他结账 老板对他说 可怜的老头 你刷盘子太满了 你被解雇了 可怜的老头重新回到哈佛 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后 觉得以往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都变得新鲜有趣起来 工作成为一种新的享受 这三个月的经历 像一个淘气的孩子搞了一次恶作剧一样 新鲜而刺激 更重要的是 回到一种原始状态以后 就如同儿童眼睛里的世界 一切充满乐趣 也不自觉地清理了 原来心中积攒多年的垃圾 生活节奏是那么的快 人们的生存压力不断地增加 每过一段时间 或每到一定的阶段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 一种难以摆脱的压抑和烦躁 主动地寻求排解和解压 是很正常的做法 定期给自己复位归零 清除心里的污染 你会发现 原本枯燥缺少激情的生活和工作 原来是那么的美好 把昨天的成功与辉煌归零 我们就不会成为 那只背着种壳爬行的蜗牛 把过去的一切进步归零 我们才能够像 古落中空的鸟类那样 轻盈地飞翔 在成长的道路上 当我们用一种归零的心态 去面对眼前这个变化日益加快的世界时 我们就会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适应新环境 接受新挑战 创造新的成就与辉煌 成功就是不断超越 狼的生活环境异常复杂 它们时刻都有着落入人类陷阱的危险 但在这种复杂而显略的环境里 狼仍然一如既往地向后代灌输 不断向前超越的观念 而人类也应该像狼一样 只有做到如此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成功在于不断地超越 雏鸟啄开蛋壳的蜂蜜 屋前草地上才有一只只跳动的音符 春笋顶列泥石的重压 山地里才有一株株挺拔的翠绿 江河摧毁前进的阻挡 才得以到达浩瀚无垠的大海 超越就是探索 就是发展 不超越惰性的防线 信念就将在彷徨中夭折 不超越守旧的束缚 创新就将在墙堡中窒息 不超越云霾的笼罩 光明就将在黑暗中泯灭 超越是一种突变 一种解放 一种升华 正是这种超越 人类才能从蒙寐无知的洪荒远古 走向文明昌盛的今天 只有勇于超越 不停地调整生命的目标 我们才能从一个高峰 越向另一个高峰 在生命的疯癫之上 领略壮美的风景 超越幼稚才能获得成熟 超越虚伪才能获得真谛 超越苦难才能获得幸福 一次超越就是一次新生 一次超越就是一次开阔 一次超越等于一次创造 人生在无数次的超越中 真于充实和完美 人们问球王贝利 哪一个进球是最精彩 最漂亮的 他的回答永远是下一个 冰心说 冠冕是暂时的光辉 是永久的束缚 一个人只有摆脱了 历史的束缚 才能不断地超越 不断进步 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你一定比你想象的还要好 但是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许多杰出人士 在小小年纪时就怀有大志 就想与众不同 无论遭遇任何磨难 仍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念 有别人打不倒的自信心呢 你的坚持有多强 你的自信就有多强 你的路就有多长 每一个人都应该永远记住 这样一个道理 只有不断超越自我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人生在世 你只要按照自己的 禀赋发展自己 不断地超越心灵的半马索 你就不会忽略了 自己生命中的太阳 而淹没在他人的光辉里 然而 人往往习惯于表现自己 所熟悉所擅长的领域 但如果我们愿意回首 细细解释将会恍然大悟 看似紧锣密鼓的工作挑战 永无歇指难度健身的环境压力 不也就在不知不觉间 养成了今天的诸班能力吗 因为人确实有无限的潜力 一位音乐器的学生走进练习室 在钢琴上摆着一份全新的乐谱 超高难度 他翻着乐谱难难自语 感觉自己对弹奏钢琴的心心 似乎跌到了谷底 消弥殆尽 已经三个月了 自从跟了这位新的指导教授之后 不知道教授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整人 勉强打起精神 他开始用自己的食指奋战 奋战 奋战 钢琴盖住了教室外面教授走来的脚步声 指导教授是个极其有名的音乐大师 授课的第一天 他给自己的新学生一份乐谱 试试看吧 他说 乐谱的难度颇高 学生谈得声色僵限 错误百出 还不成熟 回去好好练习 教授在下课时如此叮嘱学生 学生练习了一个星期 第二周上课时 正准备让教授验收 没想到教授又给他一份难度更高的乐谱 试试看吧 上星期的课教授也没有提 学生再次挣扎于更高难度的技巧挑战 第三周 更难的乐谱 也不成为明圆 再次向大学 授到幻想 联系尔